知道在亚洲有一个国家 纹身是犯法的 韩国 韩国是不允许纹身的 在 这个纹身呢实际上是从 日本传过来 在日本我们知道看过历史 都知道纹身的人呢 一般都是黑社会流氓组织的人 所以在韩国绝对禁止 在今天呢 很多我们的同胞啊 是非善恶美丑不分了 就像这个观众一样 他给自己纹身 哎呀 很后悔呀 他跟同来的人讲很后悔 他要上台给父母磕头认罪 他要重新做人呢 这个我们非常的感谢他 能够教育这么多的人 你想对这个 纹身的这些年轻人呢 打算纹身的这些年轻人 有什么劝告啊 纹身 本身纹身的时候 说追求一种 刺激 追求一种 让别人都害怕我 现在后悔都来不及 其实让别人看到以后 就是我没改过了 别人看到以后 还要留一个 很不好的印象 很不好的一个形象 这个校经里边讲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啊 所以我们看一场论坛 你看这些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 像这些观众啊 再不好的人 再不孝顺的人 像他讲的 从来啊 没跟父母 好好叫过爹妈的人 他也能上台磕头认罪啊 他要从今天起 重新做人的 那我们祝福他 也非常感谢他 谢谢 轻轻地碰着你 你的脸 为你把眼泪擦好 这颗心永远属于你 告诉我 不在乎他 深深地凝望的一年 不需要更多的慾恋 不需要更多的慾恋 紧紧地握住你的手 这温暖依旧未改变 我们从欢乐 我们从忍受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从风雨 我们从不吹消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药 无论你我可做消息 无论在眼前在念念 真心地为你祝福 真心地为你祝愿 祝愿你幸福的离开 我们从不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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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我们从风雨 我们从不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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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不吹消